今天国道多处路段 涌现了北返车潮 尤其是国道5号和雪山C道 严重堵车 预计车潮要到深夜才会疏解 而明天是大年初五 还是会有出游 以及返程的车潮 用路人不妨尽量 在上午10点之前出发 桃园机事工会华航分会 今天上午6点开始罢工 华航傍晚声明 紧急调度之后多个航班恢复 统计今天取消了13个航班 受到影响的旅客 有1800人 而明天劳斯双方将举办座谈会 不过还是会继续调度 降低冲击 巴西里约热内卢足球队 所属的一间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 发生了严重大火 造成10个人死亡 还有3人受伤 当地媒体报道说 火势已经获得控制 但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 那么这间训练中心 在两个月前才扩进还工 今天大年初四不少县市呢 开始恢复收垃圾 但由于这次假期长 不少人是往中南部走 加上呢初五会再收一天 所以预计整个垃圾量 不会那么的大 但是呢像是桃园和宜兰 是明天才会恢复收运 提醒民众事前做好资源分类 也要按照规定的时间丢弃 以免受罚 民众在路口排排站 初四北市恢复收垃圾 有的是大龙管理员 统一帮忙处理 有的是自家带着 存放好几天的厨余 要赶快来清理 这边也可以 这边也可以 小心慢慢倒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大部分都是这些 便当盒 杂七杂八都有 什么我也都不晓得 会特别的就是帮忙整理来丢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 这几天来的量 三天啦 四天 平常要准备两个桶子 今天要准备三个桶子 根据北市环保局统计 除夕当天垃圾量是2454公顿 比平日多出1.9倍 但跟去年比却是少了240公顿 可能是因为这次假期长 不少人往中南部走 而清洁队修了三天 再次出来清垃圾 预计整体的量也不会有太明显的增加 我们考量到还是有民众 还是有排出垃圾的需求 那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加班来清晕垃圾了 那因为后面还有两天的假期 那2月9号就是星期六 明天我们还是有收音垃圾了 那预估今天的量会比往年稍微少一点 其实垃圾车没到时 路边还是有不少人乱丢 环保局表示任意丢其垃圾包 最高可储6000元罚还 提醒就算清洁队休假 各行政区还有35处限时收售点 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大爱是由华为节登映中台北报道 欢迎以视角要来告诉您 不管是在亚洲或者是美洲 都出现了一些国家的坏天气情形 首先是日本的北海道 迎来史上最强冷空气 局部地区凌晨气温最低恐怕会跌到摄氏零下30度 那么在南美洲国家巴西的第二大城里约热内卢 因为有暴风雨侵袭引发了水患 至少造成6个人死亡 那么邻国秘鲁也因为大雨引发土石流 至少10个人不幸丧命 还有跟秘鲁接壤的智利 也因为大水淹进了民众住家 发生土石流的风险 浑浊的河水还在湍急的流 智利北部城市安托法加斯塔降下大雨 许多乡村民宅家里都淹大水 好不容易等到水退了 民众才能开始清理家园 鄰国秘鲁同样因为大雨爆发洪水灾情 造成民众伤亡 还有数千人受到影响 来到与秘鲁接壤的巴西第二大城里约热内卢 也遭到强烈暴风雨侵袭 引发洪水与土石流灾情 从南美来到东北亚 日本北海道迎来史上最强冷空气 扎晃的气温40年来第一次出现当日最高气温只有摄氏零下10度 北海道各地也因为漫天大雪降低能见度 发生多起交通事故造成民众受伤 北海道东北部的陆别町与北建市 最冷还可能出现摄氏零下30度以及零下25度的低温 连水管都可能结冰 而这波冷空气也将进一步影响关东地区 东京市中心也可能出现积雪 而在临近的南韩也受到冷空气影响 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10度 预计下周一开始逐渐回温 中南半岛国家越南目前其实跟华人一样也正在过春节 当地的慈禧之工在首都河内以及旭甄省 都举办了春节物资发放 为1000个贫困家庭送来了新年礼物 能见度不到500公尺的农物清晨 越南慈禧之工小心翼翼前行 就怕耽误与相亲爱的约定 首都河内市的发放 志工选载了张美县进行 排在队伍中的民众 有七成以上都曾是洪涝受财富 现在今天选择张美县 它在过去的两年都因为受到洪水的侵袭 所以非常多的民众 其实是真的需要救助的 在越南受华人文化影响 当地民众也过春节 志工发放物资 等于送给500个贫困家庭 心灵合理 现在我已经能够拥了 我现在已经够了 我已经过了 我现在已经够了 我现在还能够了 我现在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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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以後其實私底獸感受更好 所以我可能會在今年底 如果我真的順利當任 這個衡量台商會長以後 然後看看同樣的做這些善事 我們應該多做一點 志工年節送愛的腳步 也第一次踏進旭真審 兩天四場的發放 看到很多少數民族的老人家 露出滿足的笑 除了服務老人家 有一場發放是專為市場者辦的 提恤他們的不便 志工幾乎都是一對一服務 帶回新年禮物的鄉親 臉上也綻放滿足的笑容 這個年相信會過得特別圓滿 大家新聞 這是你志工 文天亮 陳怡婷 越南報導 上了年紀的人身體保養真的是很重要 印尼慈濟人醫會就到貧困的社區 為長者健康把關 同時加強衛生教育宣導 因為預防勝於治療 鐵皮搭建的屋頂 狹窄巷弄 雜物堆積如山 這裡是雅加達貧窮的葛洛溝區 慈濟人醫會第一次來這裡舉辦議診 為200多位長者服務 大多數都有高血壓的問題 還有病況嚴重的民眾 醫護人員也進行加訪 我們有三種優勢 第一 要先把餐廳改變 49歲的蘇蒂尼 最近中風 又有追尖盤突出問題 醫師將持續關懷 而在萬隆市 頓谷斯 喀里昂村 慈濟人醫會也來為長者健康把關 一份關心給的力量 雖然生活貧困 但是有了健康的身體 就是最大保障 醫師也希望未來加強衛教宣導 預防剩餘治療 大愛新聞印尼報導 接下來是大愛新聞年度齊墊計劃 流住一滴水 把時間交給主播陳竹琪 《留住一滴水》 《留住生命之前》系列報導 今天來到第12集了 我們要繼續走訪的是香港 看看水從哪裡來 如果你認識香港朋友 他多半會告訴你 我們香港並不缺水 因為香港的年雨量2390毫米 已經是世界各國平均值的 接近2.5倍了 而且香港很厲害的流水科技 昨天我們才看過 這座所謂的海上水庫 在島與島之間架起了水庫 讓這邊成為一個 天然水資源的存留場 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做法 另外香港還有一個水資源 那就叫做東江水 東江是一條河源自於江西 一路從江西流下來經過廣東 最後的地方才到香港 香港等於是出海口了 所以它要跟東江買水 中間要蓋很多的輸水管線 這裡頭的成本應該是非常高的 而且香港人多年來買東江水 都是不平等條約 為什麼呢 第一個 東江水賣給香港 就硬是比賣給沿途的城市 要貴六倍之多 第二個是水買了不能退的 每一年固定買這麼多水 萬一沒用完怎麼辦呢 就真的只能夠放水流 等於是浪費水也浪費了很多的錢 那麼多年來香港人靠著東江水 確保他們的用水無餘 即便這個買水條約 聽起來是不平等的 是為香港量生打造的 但香港人似乎沒有別的選擇 因為萬一少了東江水 香港的用水危機 就會變得非常迫切 水解身體的渴 也能解城市的渴 香港多年缺水 因為就是香港太多人了 但是我們主要是挑東江水 據我感覺幾十年來 香港好像很少停水 所以我覺得東江水還是夠溫 避風管線輸送東江水 經過淨水廠淨化 落濾 消毒 是當地淡水的主要來源 東江沒有流經香港 會翻山越嶺來到香港 關鍵就在1963年的大旱 當時殷屬殖民地時期 港府想解決乾旱 所引發的限水危機 和廣東省達成協議 每年會購入2300萬立方公尺 東江水 東江深圳供水工程建成了 今天1965年2月27日 一個盛大的慶祝大會 將在唐頭下舉行 提起東江水 多情東江水這首慷慨激昂的歌曲 就見證了這段歷史 東江吊水呢 不管是在資源上 經濟上和環保上呢 應該都是最優的一個辦法 因為我們當然有其他的途徑 但是我們要考慮 它的這個經濟的成本 環保的外部的成本 需要耗多少的變 香港一個深圳 就已經2000多萬的人口 再加上廣州的東邊 一部分的廣州 當然還有其他的東莞 還有惠州等等這些城市 加大亞灣等等這些地方呢 差不多講的是4000萬的人口 是相當大的一個數量 面對龐大人口壓力 再加上和其他城市相比 香港會在東江供水管線末端 如果得搶水 勢必會搶輸 東江可以說是 五市兩賀區的母親河 長遠看來 東江水真的夠用嗎 對於整個珠江來說 它是比較少的 所謂的西江 北江 東江裡頭的東江是最少的 但是它供應 這個城市供應水的壓力 或者這個對象是非常廣泛 人口眾多的 所以現在已經政府也開始了 從西江吊水 到東江就是西水 東吊 吊水紓解龐大的用水壓力 然而對香港來說 東江水並不是免費資源 反而是一筆龐大開銷 2017年簽署的東江水供水新協議 2018到2020年 供港的東江總經費超過144億港元 價格比前一份協議貴了7% 買東江水最新的那個跟內地的合約 那個價格大概是每立方米5.8 5.9港元左右 但這是原水原水的價格 你原水買回來 你還需要去加工去消毒等等 加起來現在大概那個水價超過8塊港元 學者還強調 同樣買東江水東莞和深圳 買水價格每立方公尺缺不到一塊港元 相差將近六倍 或許水價漲價對香港來說是小事 但這幾年東江沿岸城市蓬勃發展 水質可不可靠才是問題 總括來說我們今天這次的行程 是可以考察到東江水的水質 普遍是良好的 我們都從議員的反應當中 他們都表示對東江水水質是非常之滿意的 一律排除了 不過每年購買的東江水根本用不完 多餘的水都都放在水庫 當水庫蓄水量滿了 只能泄洪調節 等於把白花花的鈔票放水流 因此當地媒體報導 有民眾認為香港不需要安全水源 不如把水庫填平拿來蓋房子 解決住的問題 但像東江買水要多少買多少 香港似乎沒有談判籌碼 人口又增加了 變成這樣的情況之下 假如有一天國內 中國大陸真的不輸水給香港 我想我們香港真的可能會經歷沒水 如果中國大陸減少供應東江水 或者繼續漲水價 香港該怎麼辦 節約用水只是基本要求 也許最終目的還是得開拓新水源 減少對東江水的依賴 夜深了 您每天睡得好嗎 國內有一項統計 台灣慢性失眠的盛行率是11.3% 那麼哪一些症狀是慢性失眠的警訊呢 主要包括超過半個小時才能夠入睡 然後很潛眠 還有醒了就睡不著了 對此醫師建議 如果超過三個月沒有改善 就要趕緊求醫 否則長期睡眠障礙會引發身心問題 一直沒辦法入睡 然後就一直 簡直是到半夜兩三點 我還在那邊煎煎好 萬物皆睡唯我獨醒 很適合形容失眠的人 做夢夢到老闆在虐待你 會發現睡眠品質不好或者是說夢多 醫生說超過30分鐘還沒有辦法入睡 或者半夜醒過來很多次 特別早起這樣的症狀持續超過三個月 就是慢性失眠 長期失眠的人他可能認知的功能會下降 那甚至白天的一些疲憊 類似酒駕這樣子一個精神不正的一些風險 精神就會很不好 然後就會胡思亂想 造成失眠的原因很多 除了身體疾病之外 精神壓力也是現代人最常見的原因 一時解決不了的事情就會失眠 透過一個比較完整的對睡眠的健康 衛生習慣重新去調整 如果失眠情況影響了白天生活 就建議尋求醫生協助 不管是藥物或是行為治療 都能夠獲得改善 大愛新聞 張立正恩陽光輝 台中報導 過年期間您和家人到哪裡去走村了呢 我們來看看有人選擇到花蓮的 鏡絲金社 在這裡有海外的慈禧人 也有台灣的遊客 包括了志工和金社的法師們 都準備了闖關遊戲 讓大家在互動當中找回赤子之心 也找回純樸的人情味 花團緊簇 人生頂廢 花蓮鏡絲金社的年味特別濃 台灣慈禧志工與金社法師們 設計了各式各樣的闖關遊戲 好厲害 好棒 透過活動的過程當中 可以感受到困難 然後去克服困難的那種精神 其實讓它先體驗一下 也蠻不錯的 這個活動還蠻好玩的 剛開始你看起來它會很困難 而且就是說不容易到達目的地 可是當你整個走完了以後 一切就不是困難了 所以我們也會跟孩子們講說 事實上我們遇到問題的時候 我們要去克服困難 不要被難克服了 有小朋友愛玩的攻戰遊戲 也有親子同樂的DIY置意創作 過年的時候你就會覺得 金社這邊比外面 或者說比市區一些造景的地方 更有過年的氣氛 因為有人有溫馨的感覺 然後也有每個人都很親切 也有一些比如說像前面看到一些環保 或者說一些生態保育的這些東西 那其實給小朋友來說 也是一個不錯的教育的機會 來自舊金山的史丹利 陪著妻子回台過年 也讓孩子感受母親家鄉的過年氛圍 真的在國外你說要過年 有時候那個感覺沒有那麼的熱鬧 沒有那麼多溫馨的感覺 他在這邊全部都體會到了 很值得 而反台治病的上海志工耿瓊林 也在心靈故鄉得到正能量 我們說生病其實都是由心而起 所以我覺得在心靈的故鄉 其實對我的幫助我覺得是更大的 就是像一家人一樣 就是滿滿的那種愛跟能量 能夠鼓勵到我 海外遊子返家過節 在慈濟大家庭裡充飽了店 來年繼續勤進進 大愛新聞 這是美之公 花蓮報導 氣象少叮嚀 明天大年初五 天氣和今天類似 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北台灣會整天濕冷 降雨更為明顯 而且範圍也稍微擴大 新竹以南則大致維持 多雲到晴的天氣 中南部白天熱 晚上冷 日夜溫差大 北部和宜蘭的夜間低溫 可能只有14到16度 所以大家要留意氣溫的變化 展望未來幾天 仍然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一直要到下個星期二 東北季風稍微減弱 到時候氣溫才會回升 全球的夜間 最高的夜間 很高的夜間 一直在冷氣溫在最高的夜間 這間天氣溫才會回升 北季風車 這樣的夜間 旅館 北季風車 瀏観 大小春的夜間 大小春的夜間 国际上还有哪个国家 有浓浓的过年气氛呢 今天送最后带您到的是 墨西哥市 当地民众换上传统服饰 打起大鼓 还有人学习武龙武师 让墨西哥市民看得是目不转睛 感谢您收看这些新闻 祝福您平安 再会